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天气稳定 高压是逐渐的增强 各地天气多云到晴 降雨多为午后的雷震雨 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气象局也对花冬重骨发出了 高温36度的陈设警示 提醒民众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要做好防晒的措施 补充水分 避免热伤害 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影响 未来一周全台各地多围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最低温也有25度 留意午后雷震雨发生几率 另外东南部则留意焚风发生几率 20 21 22的时候 我们太平洋高压其实是升进来一点点 然后在23 24 25 26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又东退后 往东退出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受到 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势力范围影响 所以整个风场大概是吹一个比较偏西南风到南风的一个情形 所以温度相对来说 相对的温度就很高 这一周的天气大概就是一个晴朗炎热 然后在午后山区 可能就有一些热队流发展 所以在局部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重谷 我们今天在花东的重谷的地方已经发了一个橙色灯号 就表示我们已经有三天36度以上的 所以我们在重谷的地方 在近中午的时候温度相对的温度会很高 所以如果在重谷的观众 在中午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天气非常炎热 会容易导致一些热衰竭 或是一些热中暑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温度大概高温都维持在32度 33度一个情形 然后低温大概就2526度的情形 气象局也针对花东发布36度以上高温 橙色灯号警讯 提醒民众从事户外活动、劳动以及运动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盛防热伤害并随时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记者蒋邦彦、花联市采访报导